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伦敦这一边 小曼和老公马德走出了教堂 顺带一嘴 他老公本名真的叫艾伦 为了不让你们看得出戏 引起白嫖 我们还是叫他马德吧 在接受了亲朋好友的舒服后 小夫妻俩坐上了婚车 小曼开心的就像朵花一样 直到看到路边已靠在树上的法克 她的笑容瞬间凝固 晚上的婚宴里 小曼明显有点心不在焉 几年前 小曼的母亲去世后 她就是孤家寡人一个了 有两个人需要介绍一下 郑宇还是小曼的闺蜜 万年伴娘贝斯 这个帅气的男人 是小曼的心理医生阿德 也是贝斯的男友 但是从阿德看小曼的眼神里 明显感觉有点怪怪的 不过这个动作也确实撩人就对了 接下来的行为就让马德也有点郁闷了 可能怎么办呢 马德表现了该要的礼貌 好好的结婚蛋糕送了进来 一家人甜蜜的合影后 亲娘去拿蛋糕刀 好家伙 那是一把带洗的大砍刀 小曼下的花枝烂颤 原来是法克假扮服务生溜到了后处 把砍刀藏到了里面 等主管发现不对头时 他已经跑了 这意外弄得大家心情都糟透了 疲惫地回到家里 小曼一屁股躺在了沙发上 忽然电话响了 小曼只当是个狂热的粉丝 并没有把白天的事联系在一起 可马德却感觉有点不对劲 家里的东西好像被人冻过了 他死了吗 原来是假的 梅林香港 可随后床上也找到了一个 他们以为是管家太太放的 两手没紧 可不会让一个小恶作剧打扰了 第二天小曼没有训练 马德去上班前答应他 两周后就带他去蜜月旅行 两天蜜的亲吻告别 小曼去浴室洗白白 窗脸后面 一只皮套手缓缓伸来 小曼似乎听到了些什么 回头看去 天哪 一把明晃晃的匕首 他哆嗦地披上了浴巾 往门口走去 不会是马德给他开玩笑吧 楼下好像有动静 是管家太太 他提醒小曼把身体擦干净 不然容易着凉的 小曼问他去过楼上没 管家说 没有啊 并神秘兮兮地分析 那或许是房子里的鬼魂吧 小曼一下了之 法科确实就像个鬼魂般 一直跟着小曼来到了超市 等到回头看去 人却不见了 真是见鬼了 只听到无数的声音 回响在耳边 小曼疯一般地冲下柜台 向人求救 屠夫快步走来 小曼的购物车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 被人放了一把带鞋地砍刀进去 跑到外面 小曼一头撞到了阿德 之前在超市里喊他的 原来就是他 来到阿德的诊所里 他推测 是小曼结婚前的训练太累了 所以才导致了幻觉 当问其他过世的母亲时 小曼却不愿意多聊了 回到家里 他锁了两遍窗子 楼上又传来了声响 走上去看时 是楼上的窗子没关 哎呦 怎么多了一幅照片 还是他过世的母亲的 有人进来过了 小曼吓得往楼下跑 小曼惊慌地告诉马德 有人进了房子 是那个跟踪狂 马德去楼上看了一圈 哪里有人啊 可随后一个电话 也让马德不得不信了 他一下子就听出来 是闺蜜贝斯在捣鬼 当他去喊小曼接电话时 却看到他急匆匆地开车走了 什么情况 小曼禁止来到了阿德的诊所 他好像知道那个人是谁了 应该是他母亲以前的情人 法克 小曼七岁的时候 亲眼目睹了法克 把母亲打得归系 他被送进了监狱 但是两年后就被假释了 阿德有一点怀疑 小曼看到的是不是真的 他从专业角度去分析 或许是婚礼的刺激 让他的想象力开始放飞 突然 萌萌传来了一声巨响 阿德诧异地出门去看 正华护士也应该下班了 原来 只是壁炉上的杯子掉地上了 宋小曼下了楼 法克阴魂不散地就在对面 但两人都没看到 过了一会儿 跟贝斯喝过酒后的马德 醉醺醺醺地找了过来 他警告阿德 离小曼远一点 他早就知道 阿德对他老婆有意思 这对情敌算是杠爽了 出了诊所 阿德去开设回家 后座的阴影里 闪过一把匕首 他缓缓地靠近 前面路口是红灯 阿德停得下来 皮套手缓缓伸来 扑呲 阿德第一个淋了盒饭 家里 小曼洗漱完后上了床 马德就回来了 对下午的不告而别 小曼跟他道了歉 小夫妻嘛 哪有过不去的坎 两人对视一笑 这事就过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 报纸上的复告传来 阿德被人发现 蛤皮在了自己车里 可小曼似乎一点都不惊讶 因为刚才他打给了警局 他们说 凶手已经抓到了 是阿德诊所里的一个病人 那个人 昨天小曼也看到过 确实挺疯狂的 在窗口 小曼送别了下班的管家 没事可做的他 打开了电视 楼上猛然传来了 玻璃破碎的声音 什么鬼 他疑惑地去楼上查看 小曼慌忙锁了门 打给了999 刚报完地址 法克就来了 小曼吓得私生惨叫 最后 直接吓晕了过去 等他从迷迷糊糊里醒来 法克已经不见了 警察刚好赶到 里外一同搜寻 什么都没有 诡异的是 那把带写的匕首也消失了 探场一副 关怀智障的表情 他告诉马德 人在压力下面 往往会有 卑躬舍应的错觉 说白话就是 你老婆 乃自我的了 贝斯因为男友 葛屁 伤心坏了 在马德的邀请下 就来家里 临时待几天 小曼给他看了 法克的照片 只希望下一次 见到他 可以认出来 贝斯也怪他多想了 那只不过就是一个 贪恋你美貌的 偷窥狂罢了 小曼无话可说了 晚上七点 管家来接他 去那个他一直推荐的 通灵兄弟会 临出门前 他看到贝斯倒在了 马德怀里 是在安慰他吧 小曼心里是这么想的 通灵会的气氛很古怪 里面灯光昏暗 小曼似乎又看到了法克 一晃又没了 里面的创始人 这是管家的女儿小丽 她深深能和小曼 去世的母亲沟通 刚开始 小曼是完全不信的 就到好玩来的 可小丽随后的举动 让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 我死在这屋 好多人都被吓得逃走了 玩了好一会儿 小丽才从昏厥中醒来 对于刚才的一切 她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外面下雨了 看到小丽没穿外套 好心的小曼 就把黄色外套借给了她 她开车不怕冷 穿过热闹的游乐场 小丽回到了公寓的楼下 她好像在等什么人 身后 一把大浪头挥了起来 起里咔嚓 小丽成了一个冤死鬼 凶手很鬼惊 随后又伪造了一场车祸 小曼回到家里 马德因为她隐瞒了那个法客 而只把故事告诉了死去的阿德 和小曼吵了一架 小曼觉得 她真的是有点无力取闹 第二天 从管家的嘴里 小曼知道了小丽的意外 进了一个戈登 小丽穿着她的外套 会不会是凶手本来的目标 就是她 贝斯就送伤心的管家去了超市 楼上又传来了叮叮光亮的声音 小曼见了下神 决定不再逃避 她找到了一把颤刀 走上楼去 哎哟 楼下有个人影 小曼慌忙关上了门 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来人到了门外 开始转动门锁 这种惊恐的状态 一直到管家买菜回来 管家去开门换衣服 凶手从楼上缓步走来 呼吱 管家咯屁堂枪 等小曼听到动静下楼来 眼前的惨样让她尖叫不断 这边 贝斯被小曼有点说动了 从她的朋友那里 她查到了那个法克 在被保释后 表现一直很好 每周都会向保释官报备 就在上周 她申请来伦敦看朋友 连地址都给她弄到了 顺着地址 贝斯来到了小旅馆 法克没在屋里 她无聊的去看柜子里 天呐 贝斯被吓得一个机灵 这个法克果然有问题 就那么不巧 法克刚好回来 贝斯急忙抄起刀和他扭打起来 危急关头 他划破了法克的脸 好险给他逃走了 急匆匆回到家里 可小曼却像没事一样 安抚住了惊慌的贝斯 把他送到了马德的工厂 谎称去报警 自己却一脚油门回了家 拿出洗洁精 开始清理地上的泄计 什么情况 难道管家是他杀的 这似乎是点题了 有精分的不是法克 而是小曼 做完这一切 小曼去门口检查 门突然开启 管家的尸体倒了下来 小曼着急忙慌地 把他塞了回去 然后开车来到了马德的厂里 奇怪 怎么他和贝斯都不在 说好在厂里等他的 他楼上楼下找了一大拳 小曼吓得一流烟 钻进了厂房里 和法克玩起了躲猫猫的游戏 可很快 就被他堵到了死角 原来15年前 母亲的死 竟然是小曼所为 法克这一次前来 只不过是想让小曼 帮他洗刷清白 那一天 小曼听到了楼上的动静 来到他们的门外偷听 面对母亲让他快点滚走 他瞬间抱走 已经惊风的小小曼 快不上前 噗哧噗哧 法克就在一旁目睹了这一切 回到现实 小曼痛苦地疯狂摇头 他不愿承认这痛苦的回忆 法克耐心地开导他 这是病 得治 你现在的人格 是不会记得另一个人格 做了错事的 小曼猛地癫狂起来 一下子把他推了下去 下一秒 小曼回到了第一人格 面无表情地来到地面 看到法克的一刹那 他吓得一声惊呼 他以为凶手还在里面 慢慢地往前挪步 来到了外面 暂时没事了 他捂住了脸 常常叹了一口气 诶 法克竟然还没隔屁 晃晃悠悠地从后面走来 一回头 小曼喊出了鸡叫 但是 他已经撑不了多久了 就在他面前 法克缓缓地坐倒在地 又是一个礼拜过去了 今天他们就要去度蜜月了 管家寄来的明信片 说他在法国度假很开心 很明显 这是小曼伪造的 他逃过了法律 没人怀疑过他 一回头 看到贝斯和马德亲密的举动 小曼的笑容瞬间凝固 他冷冷地上楼 摸出了藏好的匕首 笑颜如花地欣赏了一会儿 藏到了行李箱里 贝斯目送两人上了飞机 用力挥手跟他们告别 他不会知道 这将是他最后一次见到马德 一部你以为是一眼就能看穿的惊悚片 搞了半天 不要你以为 我要我以为的英式千黄片 直到影片的最后五分钟 导演才给了那神来一笔 由于之前接触过这一块的资料 在上个世界70年代 对金峰和格杖的分类还不是很到位 在片头的画完影里 精神分裂症被比作多重人格障碍 实际上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疾病 一种是一个人对现实感知的中断 另一种是多个人格状态之间的脱节 英国大美女林恩弗雷德里克 贡献了极佳的表演 内外反差大 才能驾驭这样复杂分裂的人设 那直呼挖赛的天使脸庞 现在只演过很少的几本电影 再来一部吗 用一嗓子告诉我吧 我是艾伦 一个身肉自翻的有点精分的阿婆 嗨子 我是雷哥子 我们再会